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圣塔克拉拉县紧急行动中心的安川 疫苗的击中和在室内戴口罩的决定 降低了新冠肺炎病例和住院率 湾区八个要求室内戴口罩县市的卫生官员 在今天达成的共识 在一定标准达到时 可以各自决定取消室内口罩的卫生命令 在夏天确诊案例 住院和死亡的人数激增 因此大部分的湾区县市在八月三日 发布了在室内戴口罩的同意要求 但随着地区数据显示 此激增趋势正在减缓当中 加上湾区又是全国接种疫苗最多的地区之一 卫生官员同意 此刻是计划下一步的最好时机 这八个县市制定了以下的标准 当所有标准达到时 就可以取消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的要求 第一 各县市达到CDC新冠肺炎传播级别所定义的黄色缓和等级 并且至少维持三周 还有根据卫生局长的判断 该县市的新冠肺炎住院率低且稳定 并且各县市总人口的80% 完全接种了两剂辉瑞或莫德纳 或者是一剂的强生疫苗 但是不包括加强剂 或者新冠肺炎疫苗被联邦和州紧急授权 用在5到11岁儿童超过了8周 取消地方的室内口罩规定并不会影响企业 非营利组织、教堂或者是其他有公共室内空间的机构 来实施自己的要求 由于新冠病毒很容易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传播 口罩再预防病毒传播还是非常有效的 而加州还要求不论接种疫苗的状态如何 在医疗机构、大众运输 还有成人和长者护理机构中 每个人都必须戴上口罩 此外,加州K到12学校的口罩指令 也不会受到当地卫生命令变化的影响 FDA的咨询委员会计划在10月26日 考虑辉瑞生物科技公司的申请 批准其新冠疫苗用在5到11岁的儿童的紧急使用 更多详细卫生命令 请上各线的新冠肺炎网站 更多安全、免费且便利的疫苗讯息 还有疫苗站的地点 请上盛县的疫苗网站 最后祝大家平安健康